你好 歡迎收看響世界 今年的音樂圈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朱宗慶打擊樂團的團長 和副團長要一起開二重奏的音樂會 今天棚內邀請到了兩位音樂家 來到現場 詩珊老師你好 惠玲 您好 阿奇老師好 惠玲好 老師其實我們今天要訪問兩位 然後我們就把棚內的 我們節目裡面的 鴨香寶找出來 阿奇老師跟詩珊老師 其實在國內都收了很多 很多的打擊樂的學生 尤其是我知道阿奇老師 在娛樂圈的知名度很高 大概現在娛樂圈一線的影星 都拜您當過老師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是怎麼回事 其實以前就是我常幫一些綜藝節目 幫他們排節目 就是幫 因為譬如說龍雄武帝 東雲大哥大 他們的一些音樂教室 對 有一些他們要秀的打擊樂 都是我去教的 我都幫他們排 所以這好久了 其實很多那種大排歌手藝人 在剛出道的時候 那青澀的模樣 都曾經來找過阿奇老師 是是是 因為我都幫他們設計節目 讓他們上節目這樣 對 阿奇老師非常厲害 他都會設計一些非常很容易入門的打擊樂器 可是看起來非常厲害這樣 所以歌星他們可以很快速的學會一套 表演節目可以去上節目 是啊 大小S 王力宏 蔡 蔡信娟 好多喔 我們還有看到阿妹 阿妹 還有莫文蔚 任賢齊 任賢齊 有 對 太多了 這些都難以找來的 我下節目之後E-mail給老師 好 對 其實老師 兩位老師在國內打擊音樂圈 就是幾乎可以說是最頂尖的兩位音樂家 這次你們要一起開二重奏的音樂會 其實應該是克服了很多困難 因為我知道豬團真的很忙 困難 當然樂團其實演出非常的多 那在舞臺上的機會不是沒有 可是樂團的演出的話 當然要顧及就是我們豬團的一些 一些形象 年度的一些活動 對 或者是呈現的一些音樂風格 對對對 那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還是有可能可以演出一些 比較自己喜歡的一些音樂風格 或屬性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還是想要開音樂會這樣子 對對 自己開音樂會 那當然有這樣子的想法的時候 因為之前都是開獨奏會 那自己會找一些自己喜歡的音樂風格 可能我就是比較喜歡一些 比較前衛或實驗性的打擊樂曲目這樣子 那這一次的話我就想說 事隔三年要開音樂會了 我就想說是不是也要有一點突破 跟新的嘗試 對 結果後來我就想說 很想要開二重奏的音樂會 可是另外一位搭檔要是誰呢 那我又想說不要跟找一位 跟自己音樂風格很像的一個音樂家這樣子 那我就突然想到就在我身邊 有一個就是我很崇拜很仰慕 他的特質音樂風格跟我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副團長阿琪老師 怎麼說音樂風格完全不一樣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啦 我的音樂風格好像比較學院派 比較學術這樣子 可是阿琪老師他的音樂就是比較民族性的 熱情奔放 他的鼓勒啊 還有很多世界打擊樂器 他都就是玩得非常的棒 這些都是常常我不敢碰觸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那如果跟他一起合作 我是不是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也讓我們的音樂會更加的豐富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 我其實很害怕 擔心阿琪老師拒絕我 所以你打電話問他這樣 對 我就問他 就說阿琪阿琪我們就是要看音樂會 願不願意我們一起 就是有一個二重奏的音樂會 沒想到他一口答應 我就整個 其實我已經我想了三天那時候 我想了三天我都不敢跟他 猶豫了三天 對 我都不曉得要怎麼跟他启齒這樣子 對 後來才終於鼓作勇氣 沒想到他一口答應 我就覺得非常開心這樣子 阿琪老師你那時候接到電話的時候 詩珊老師打電話來 不是跟你處理團內的行政事務 不是 要協調團內的事務 有一個檔期 我說怎麼樣 那個 我 你願不願意我們一起開個 我當然說好啊 我覺得他講得很科學親 我就覺得我蠻榮幸的 有機會可以跟他一起開音樂會 因為離我上次開讀之後 已經你看快十年了 2005年那時候到現在沒有 所以說是不是國內難得的大事 不敢 阿琪老師上一次獨奏會這麼久 而且是第一次豬團團長跟副團長要開 是 所以說我那時候想說 我們要嘛 接下來答應完了 我們就開始在溝通 我們到底要約什麼 對 對不對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在討論的節目 其實才比較好玩 我們要顧慮到觀眾的想法 然後我們也要顧慮我們自己演出的感受 我們要到底要演什麼 我覺得這時候我們其實蠻好的說 我們在選舉節目的時候覺得 我們其實連結蠻大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可以演出一些有感情的 或是一些好聽的 我們不用太在乎那種 炫技 炫技幹嘛 我覺得這是不是我們自己想演 是我們要的 我們就可以定下 我們就慢慢的溝通 會覺得這兩個我們都喜歡 其實在選舉上面 我們也就是更換了非常多次這樣子 我們就一直不斷的討論 嘗試 然後看究竟適不適合 那又能夠呈現打擊樂的多元性 可是就是又可以 就是表現我們兩個的一些特質 或者風格這樣子 那當然上半場的話 我們就是選一些比較打擊樂的 現成的曲目 對 經典曲目 也有一些創新的曲目 好 那下半場 其實四三老師另外一塊 他就他劇場音樂 也是他專門的 所以劇場音樂 對 劇場音樂 對 就是有融入一些劇場元素的音樂 可是 你說你們會把對白 把劇場的一些表演 也融入這個打擊樂裡面去 我一直很好奇 那個演出形式會是什麼 兩位會在台上有一點像演戲 或者是有對白嗎 沒錯 其實可以透露一點嗎 可以透露一點 透露說九月七號一定要來看 可是我們要對頭 對 你看就知道我們在玩 演什麼 不是玩什麼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 其實希望還是有一些屬於我們自己 創新的東西 對 那我們本來很努力的 就是去上網 Google 找一些新的曲目 可是我們覺得 好像還是不能夠很訴說 對 我們兩個的故事或者什麼 所以我們請了陸愛玲老師來當導演 然後也有請劇本創作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談 他們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一直在溝通 他希望說既然有這個機會 應該要寫一些 屬於我們兩個的故事 所以我們也在中間談了很久 聊了很多 然後我們也請作曲家 周立庭一個很年輕的 他幫很多劇場來做配樂的 對 然後我們也提供很多打擊樂豐富的素材 對 然後還有我們 屬於我們兩個自己的故事 或者是可以表達我們兩個情感的一些詩文 來做文本 講到這邊我就一定要插嘴 老師你剛剛講說 講了一些有關於你們兩個的故事 你們究竟把什麼故事寫進了這個作品裡面呢 其實我們在於這個工作來講 不是在於這個打擊樂 我們內心的一些喜怒哀樂 都會參照在裡面 包括我們的走來 一路走來過程 這些的故事過程 把它變成一個曲牌或是一個詞 然後怎麼樣去把它融入下去 包括加上肢體 然後請幫我們 我們大概 然後這時候就有個人的特色比較多 對 然後會在演奏的時候 邊做邊不一樣的詞曲都會出 邊演奏邊訴說 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 或者是阿巧思自己的故事 或者是屬於我們兩個的故事 我們用音樂溝通也用文字溝通 這樣子 話語溝通 我是從小放牛班上來 是真的 然後也是因為這個打擊樂 改變我一生 因為你學了這個樂器 讓你有未來 因為然後你走上這個樂器 讓你從不一樣的舞台 跳到國際舞台 真的是人生有幾個 像我這麼幸運的人